你…你會死的 不要哭,我不要哭 你媽媽看錯了 她是你最深刻的女人 我一路以來,我真是想… 被譽為今年神劇的金蕭大廈 昨晚大結局 劇情出人意表,感情檔戲會場 觀眾看得很欲緊 你覺得很深刻的印象 昨晚在船上 她不知道原來她傷了又死 她以為她沒事的 兩個在船上,好像快死了 故事挺新穎 好過以前傳統的故事 挺過癮 不過穿越時空的劇情發展 有觀眾就有點混淆 她經常回頭 我腦袋還未轉得那麼聰明 因為她又… 在天井上給水下去浸 等一下又浴缸那裡浸 有時又回帶 究竟她們回到以前 因為在現在 劇情講到阿詩回到過去 改變了這個時空 各人的際遇 為甚麼呢 我們快點救你 平行時空 你當是一個醫生的時空 但有些蝴蝶效應 可能你改變了少少的東西 但可能你不知道效果會影響到多遠 譬如你講康華 她之前很執著於自己的美 她迷戀鏡中的自己 就算旁邊王長兄 多愛她 她也看不到 但當我們現在的結尾 她就盲了 她就不會再執著自己的美脈 她可能就會看到一些 她以前看不到的東西 希樂的故事 你推著一隻狗 我自己心裏的想法 其實她也是沒有了一個小朋友 她沒有了一個小朋友 但她沒有再說 我要去搶別人的兒子 或者很沉溺 她可能寄情轉移在動物身上 當她的狗是我自己的兒子 其實每一部分都有一個效應 有一個呼應 如果你問我哪個故事 其實阿烏是最傷感的 但最後其實你見到阿東東都會出發現 中間有一場戲 就是阿蕭曾回到以前 打算救Coco 回來的時候 看到那張相片有不同的 那不同的地方是甚麼 其實那張相片 最原本的那張相片 就是阿蕭和Coco拍的 她回去之後 其實那張相片 其實是阿蕭和Coco拍的 嚴格來說 她再看那張相片 她覺得 她認得這個是我 不是阿蕭 這就是她發現的不同 她認得 阿蕭的表情應該是傻瓜 最後林哥仔和林老師 抱著靚寶在高處虎視 有甚麼含意呢 以我的解讀方式 她回來的時候 已經改變了整個時空 大家都在做 可能平時空已經不同了 那個角色 而我好像是 開始掌握了這個能力去幫人 我的見解其實是 這三個人物 由劇的開始到最後 這三個人物 都在保護阿蕭和阿蕭 只不過她用了另一個空間去出現 但其他人看不到她 她仍然看到 好像阿蕭和阿蕭又再 像有緣分聚在一起 特別是阿蕭最後變了機師 和阿蕭相遇 兩個人對望的眼神 更加有說不出的前面 當然我和詩華經歷了20集 她們這麼多東西 又前世又今生 我們在這裏 其實大家的對望 當然我們知道 其實我們是不認識大家的 但是我們又好像 似曾相識的感覺 是將我們這20集 裡面擁有過的東西 經歷過的東西 將它全部在我們的腦海 所以最後導演都將很多的 發展出來 其實有一個這樣的意思 這場戲是 真的擺到差不多最後的時候拍的 所以我們兩個一望 就有一種千言萬語的感覺 金蕭大廈再開拍 阿蕭和Alex的縮世情緣 大家會想他們怎樣發展呢? 大家都知道 Alex和阿蕭的時候 我希望我和詩華是 一個新的愛情故事再出發 我想 大家都很期待看這個金蕭大廈 是否現在已經在籌備 籌備之中 籌備很初步 很初步 一路一路在籌備 想著故事